你可不可以跟我們透露更多 您跟韓市長之間 比如說對話 除了講到黨主席選舉之外 有沒有更多 比如說對未來 假設您當選主席之後 他的想法 甚至2024的想法 我想挖點獨家出來 你可不可以透露一點 我先講一個 潛秋獎的這個標準答案 這個標準答案就是 韓市長會維持中立投票前 不會對任何一個 候選人表達看法 這個國瑜跟我講了很多次了 他因為他前面已經宣布 支持趙少康 他不適合再直接表達這個立場 好 但是並不代表 這個每一位跟他之間 沒有其他的接觸 或其他的這個合作 或者是其他的聯繫 共識 今天在我右手邊是張院長 是國瑜參選總統的時候的副總統 我是國瑜參選總統時候的競選總部主任委員 對 主委 我們三個人叫做鑽石鐵三角 鐵三角 當時 對 那另外一位現在正在美國 那昨天跟我通電話 他這個時間差不多起床了 還是我們來聯繫他 所以這個鑽石鐵三角兩位在這 對不對 韓市長的主要團隊 三位副市長 都在各種方面幫我的忙 那韓市長也跟我在討論怎麼樣的方式 比如說四川怎麼去繼續幫我的忙 哪一個部分 哪一個縣市 我都可以講這些都是事實 那至於今天江主席跟他通電話 我也相信一定可以 你不要說江主席跟他通電話 誰跟他通電話都可以 我也可以了 那都也可以嘛 但是他對於這個選情是很關心的 我必須要講 他也對國民黨未來的方向是很關心的 那總是我們都是有一個共識 希望國民黨能夠越來越大 幹都民進黨就對了啦 越來越強 那我在參選以前 宣布參選以前 是跟他討論過好幾個小時了 最後決定說朱立倫來參選 所以這種三個話 所以當時韓市長他是有想選的 有些人勸他選 有人勸他選 有些人勸他選 所以他也確實有在思考 就是當趙少康不選之後 我不能幫他回答這個問題 是很多人在勸他選 但是他的思考整個的過程邏輯 是我有參與的 我有參與的 最後朱立倫決定參選 然後我們就是希望 將來是一個整個大團隊 大家一起來努力 國民黨要越來越大 越來越強 越來越多元的聲音 不管你今天叫做淺藍 深藍 或者中間藍 戰鬥藍 什麼藍 朱立倫希望把它大家匯集在一起 我不是要來當候選人 我是要當總教練 這個黨主席就好像一個湯科一樣 把大家科在一起 那這個統要越大越好 所以不管國瑜也好 或國瑜的團隊也好 或者趙少康先生也好 或者是國民黨這些立法委員也好 國民黨的縣市長也好 大家最近突然看到說 好像前兩天大家也說 好像少康在支持我 很明顯的 跟張教授在那邊抬槓對不對 他們也說 趙先生不禮貌 說你就是擺明了支持朱立倫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現在國瑜呢 又說好像他的團隊都在支持我 比較主要的 然後大家再看今天立法院 四分之三以上的立法委員 都站在我的旁邊 然後幫我喊動算對不對 那縣市長幾乎也都是 全部都跟我聯繫很清楚 就是我們不是為我個人 我再一次強調 不是為我個人 我不是要出來當什麼候選人 我是要 將來是要輔選每一位的縣市長 我要輔選每一位的議員 將來我要輔選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將來我要輔選我們的立法委員 大家當然是覺得說 找一個比較能夠最大公約數 最大公約數 我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強的 其實國瑜很多地方 比我優秀比我強 但是我是最大公約數 大家這樣的一個結論 說希望我出來選 那當然有些人說 你要更衝更衝更衝 我常常講一句話 沒錯我要更衝 朱立倫本來就很衝了 我當西北市長 當桃園縣長是超級猛 超級衝的 可是人家看你的形象 可能是溫文如雅斯文 以為說你真的這樣 好沒關係 誤會沒關係 但是我至少有這個包容性 或整合性 可以把國民黨變得更大 更強 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讓我們的候選人 更強的候選人 大家能夠當選才是目標 這就是為什麼 國瑜跟我討論的很多過程當中 到今天他的三位副市長 到今天我們的黃金鑽石鐵三角的兩位 他也是啊 他以前也是發言人啊 這個 就是很小咖啦 但也算 他也是 他也是發言人啊 他也是啊 他也是啊 那他也是我的發言人啊 他是啊 所以我才會認真地跟大家說 這些都是我們的共識 當然今天對於國瑜的團隊 這個所謂的韓國瑜市府團隊 或我們當時競選團隊 一定還是有一些人 譬如說鄭肇欣啊 他今天本來就是江啟臣的助理 然後他今天成為他的 重要的成員 我們都可以理解嘛 但是你看一下 包括高雄市府的 大部分的局處首長 大部分的這個團隊 或者是我們競選團隊 當時總統競選團隊 所以大部分的今天 都是跟我們一起在打拼的 這個市長 您剛剛講的一個關鍵字 不知道觀眾朋友有沒有聽到 那當然我這樣問 這個您也別介意 沒關係 因為我剛剛聽到您講到說 您要當一個統估 對 把它綁在一起 您說您要再努力的 找出最強的候選人 縣市首長候選人 議員候選人 立委候選人 總統候選人 你說您要全力的 復選 復選他們 對 這是代表您在這邊 是宣示2024 我已經講過 我已經講過非常多次了 我沒有考慮我自己 我無私無我 幫黨找最強的候選人 這個 我也聽了很多次 邵康也聽了很多次 不管今天你叫什麼名字 只要是最強的候選人 我就全力的來支持他 但是我不願意去 被中了民進黨一個圈套 說現在開始 我一講我自己 然後人家就開始要排除誰 排除誰 排除誰 我們絕對不做這種事 我反正 我就是下定決心 明年的市長 國民黨一定要贏 這個九合一的大選 我們一定要贏 然後2024 我們最強的候選人 跟我們這些立法委員贏 我就對得起 列主列宗 我說國民黨的列主列宗 我就對得起 歷任黨主席 沒有我對得起 我最崇敬的金國先生 OK 好 那這個市長稍等一下 那我想請問一下這個 我們鑽石鐵三角之一 張院長 所以您在過去一段時間 當然我相信您跟朱市長 有很多的接觸 就是說您在接觸朱市長之前 是也有跟韓市長聊過嗎 我們上個禮拜 去了藍軒的直播節目對不對 去之前我跟韓市長有 我跟你說 我要跟他一起上節目了 今天來你這邊之前 我也一樣跟他講說 我要跟小豬 我叫小豬 那個 我不能把 我跟國瑜的訊息 他還叫我老大 我說拜託 要上節目 我說你早上起來 我們這邊的9點鐘 他在那邊的8點鐘 我說你到外梯上去看 我們講什麼 他都知道 我剛剛大家回憶一下 當年在選舉的時候 對 韓國瑜先找我 做國政顧問團的召集人 是 後來找我當他的副手 後來找了小豬 當他的 軍縣總部主委 對不對 所以其實 這個當時我們國政顧問團 規劃出來很多政策 其實 那個朱市長都相當了解 尤其這幾個候選人裡面 我覺得兩岸政策 是大家最關心的 對 那我們那個時候兩岸政策 其實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那個時候兩岸政策 是蘇起在幫忙 對 蘇老師 對 那時候講過 我們 當初我們兩岸政策的時候 那個韓國瑜講過 我們裡面的一個精髓 說現在 這個時候 台灣是既不適合談毒 也不適合談統 那總委直現狀嘛 對 當然是保持現狀 是大家的公約數 大家的公約數 沒錯 然後呢 我們這一代 因為我們都已經五六十以上了 我們這一代 沒有權利 誰也沒有權利 幫下一代 決定台灣的首相 大家可以去查新聞 Google新聞 有講過這個話 表示說台灣的統獨問題 不會是短期內解決 對 我們這一代 要把台灣弄好 但是不是要急的去決定 統獨的問題 我這種年輕 我是下一代 對 對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讓我對小豬 當黨主席以後 是比較放心的 所以包含您放心的 包含在兩岸路線上面 您認為是比較穩健的 這穩健 就是國民黨 如果要重返執政 一定要從中庸之道 所以我們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一起去做 我們有一個 我們來做的 不可能 我們來做的 好 我們來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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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